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义薇,很高兴见到大家 在这部戏里面我饰演红绸 是一个反面人物 之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其实他挺坏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理解 我觉得这个人物也是可悲的 因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源于他对于这个 他喜欢的人可爱而不可得的心理 而且他到最后死之前就是也醒悟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我平时拍戏都差不多 可能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运用很多特效 会用很多绿布这一些 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绿布 怎么说呢 你自己去创造一个未知的场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 当然我特别喜欢就是像和秦海璐老师这样一种前辈来学习 因为我觉得秦海璐老师演戏也很生活化 这一点就都是我自己比较欠缺的 所以我也会再慢慢的学习 我塑造的每一个人物我都很喜欢 但是如果要是说印象最深的话 可能是我出来拍的第一部作品 养个孩子不容易离的小雪 因为可能这个是我出来拍的第一部戏 而且这个小雪真的是太惨了 就是我当时可能总共才70多场戏 戏份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50多场都是哭戏 当时是整个对于我演技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喜欢不更喜欢吧 只要是我可以创造好的角色我都会很喜欢 拍戏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我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人物 之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因为我觉得只要热爱就是一个好的演员 那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吊威亚吧 因为我有一场戏打戏 可能只有两三个镜头 之后我拍了有五个小时 当时夏天30多度 完了也是古装嘛 就是我家土地又挂了 完了之后就把你一个人拉到上面 10米可能这个样子 上下上下翻成十几次 当时可能觉得有点累 但是现在我一想可能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就是观察生活 只有不断地去观察 不断地去生活 不断地去观察生活里面的细节 再加上你慢慢地拍戏积累的经验 才能提升你的演技 就是因为我从四岁吧 就开始学习舞蹈 之后我11岁进了上海舞蹈学校 学习芭蕾舞专业七年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芭蕾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耐性 因为其实芭蕾是一个 更艰苦的职业 艰苦到谈不上 但是压力大的时候也是会有的 那我会去选择健身 或者去旅游之后把自己放空一下就好了 其实舞蹈以前是我妈妈喜欢的 但是表演是我从小就会喜欢的 生活当中就喜欢看书 看电影 完了之后旅游 其实在生活里面 我的性格就是可能还是像一个东北女孩吧 就可能也比较野蛮 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休闲风 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更多喜欢穿裙子 没有说最想挑战的角色 因为每一个新的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这一年的工作可能会比上一年 就是出片量少了一点 之后在明年的时候我会更加努力的 希望我可以塑造更多的角色 让大家来看 谢谢大家支持我这么久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 让大家可以更频繁的看见我